现在中央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不是地产霸权 是规划霸权 就是负责规划的人 也不好好地为香港的居住需要着想 香港就不是没有地 只是政府没有拨足够的地拿来建楼 是不是故意的呢? 故意的规划这么少 就是保住某些人的利益呢? 是不是故意的呢? 欢迎大家收看《C对话》是part 2的 继续是韦韦和施老板的 施老板再次欢迎你 是 大家好 OK 这个话题其实我看到你在自己的文章里有写过 我觉得也值得探讨的 就是中央都很明确地暗示明示 都觉得香港政府应该尽快解决防务问题 就是大家我听你的节目 听了这么久 就是好像如果中央都出声的东西 他通常会做到的 是不是? 不是中央出声的东西通常都做到 而是房屋问题在香港出现了已经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但是香港也做过很多民调 市民都说房屋问题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 所以就根本大家都知道了 香港人如果能够帮他解决居住问题 他就会相对 就是怨气会少一些 不是等于解决了居住问题 其他问题也解决 但是有利于其他问题的解决 而另一方面我认为香港是有足够条件解决居住问题的 只不过之前没有去做 或者是做得不够高明的 以面积计 香港就面积是比新加坡大 虽然香港人口比新加坡多 香港有750万人 新加坡好像只有500多万人 但是香港的面积是大 它比例上更多 香港有1110平方公里 新加坡大概738左右 那变成了人均面积 就是人均分到土地的面积 香港比新加坡更多 但是新加坡人住得比我们大 我们一人只住160尺 我相信新加坡差不多一人住300多尺 那变成了一人住大 那变成了一倍多 那为什么人家做到 我们做不到呢 就是政府在土地规划 的时候失误 新加坡是拨出多些土地去建楼 香港政府呢 就是 现在用在 建楼给人 做 居住用途的土地 只是占全港面积的 7%左右 就是只有7000公顷左右 其中有些还是低 很多都是低密度的住宅区 所以 香港就不是没有地 只是政府 没有拨足够的地 拿来建楼 你用了7% 你用多7% 那香港人就 起码住多一倍 所以你不拨土地出来 所以我见过一些学者 或者说 其实不是房 不是地产霸权 是规划霸权 就是负责规划那些人 就是都不好好地 为香港的居住 需要着想 这些地又说不容得 那些地又说不容得 为什么将人的居住 放在这么低的位置 是不是故意的 故意的 是不是故意的 我就不 用阴谋论的角度去看 我就认为 有一部分人 在过去那段时间 我觉得 也有故意 阻止政府 取得到的土地 譬如说政府 盲抢地 政府当然要抢地 因为不够 也有很多人 用不同的理由 去反对 政府 拿地 建房 譬如 我自己认为 环境保护 当然全部人 都有责任 但是我们要保护的是 地球的环境 不只是保护香港 香港自己 真的有很多土地 拿来做交野公园 但是香港人 用了别人的土地 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那些都是地球的土地 其实我们要保护地球 譬如你在医食住行 全方位 如果你想办法去减少消耗的话 其实我们省得到的地 是远多于居住 居住 现在有人用百多尺楼 因为百多尺楼 其实可能只有数十尺地 那我们吃的米 可能在泰国种 吃的鸡 可能是巴西養 吃的牛 在澳洲養 都要很多土地 一个人平均用了 起码几万尺土地 是的 但我的问题就是 这个是不合道理的 那跟着来 如何呢 你觉得中央出声 你觉得有没有用呢 我们香港政府 会采取什么措施 以前比如立法会 你想通过什么 通常都会 一定从规划入手 规划入手 香港的城市规划条例 所以说明特首可以为香港的整体布局的设计 给指示成规会 那特首之前对成规会的指示不够清晰 你很清晰地告诉成规会 你要划拨另外7%的土地拿来建房子 你就叫成规会去找 成规会里面 现在可能有一群人 整天把住的需要按得很低的 把其他的需要放在住的需要之上 那特首指示了成规会要增加住屋用地 那就看看成规会有没有做 没有做 你就把名单拿出来 检讨一下究竟哪些人是反对做这件事 你就换他 特首可以选一些支持这种做法的人 就是现在全香港人都贊成 起码大部分 多些土地给香港人住 而成规会不做 不做就换过他 换一些肯批的出去 那就有得增加了 我说香港不是没有地 香港是大把地 香港用了来城市发展的 就是用来建房子的地 大概25%左右 还有75% 75%里面 就抽一份出来建房子 你改用就可以了 但是 说真的 比如你换成规会的成员 不是很难 那么多年都解决不了 那就怕别人说 怕别人说 还有 以前中央的决心不够大 所以香港官员 就不敢做事 我知道中央 现在中央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他不再理会有一些反对人 以前中央是想争取这些反对人 在整个香港的发展上 在一国两制上 配合中央 去把第一个版本的一国两制去贯彻 因为现在第一个版本的一国两制 在他们的不合作下 已经无法做下去了 那两边都翻面了 就是如果我和老婆吵架 普通情况吵架 我都会忍让一下 但是如果说 都去到离婚 当然我不是和老婆离婚 就是我两个夫妻而已 如果都离婚 还说以前就住就住那些 现在都不用走 就这么多都没用 就是为了换取某些东西 现在那些东西都换取不了 譬如中央其实是很想回归后 做一个示范单位给人看 回归了之后 北京比香港的民主更多 比英国人年代 那他想表现这些东西 但他现在比香港的 已经比反对派 这些是假民主 不要比要 要一半不要 一半比完全不好 现在已经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明白 但我想问一下 我相信现在就不难了 以前就害怕而已 又说 承规会里面 不够民意代表 一定要找一些 立法会议员 区议会那些人 进去 现在那些人 连选都不让他选 不是不让他选 他选他都要向国家 表示他 譬如对 港独问题的看法 对外国势力的看法 他都不肯接受 那个宪政的大环境 已经不和他合作了 合作就要看你的取向 也不合作了 所以我相信 承规会里面 这些人都一定被换走的 特首是有这个权的 以前没有用的意思 明白 有承规会配合 大嶼山 田田田 都不太紧张了 我想问一下 但八万五 就是在董 八百时代 我们也经历过 如果是 楼价还没开始大塌 那些人已经开始示威了 但是中央会不会 够胆 突然供应这么多 你如果有看我的文章 我说要分开两样东西去处理 不可以不理 那个资产价值 大幅贬值 对社会造成的冲击 这个是上次 九七后的经验教训 楼价下跌了 原来全香港有一半的家庭 都有物业 楼价下跌了 可能是七成 哇很多人都变负资产 变负资产 又没有生机消费 又没有再投资能力 人生好像没有前途 下半身就是还债 所以不可以把楼价 不顾效果去按下去 分开两个市场去处理 一个市场是解决民生问题的 一个市场是私人市场 也要照顾一下政府的财政来源 照顾一下买了楼的人 资产不会蒸发 所以一定有一个切割出来的市场 香港政府的责任就是保障 香港所有人一生中都一次上车的机会 那些楼价就会比私人市场便宜 那些楼价一定是跟香港人的负担能力掛勾 怎样可以令到那个市场的物业 和香港人的负担能力掛勾 就是不让外来的人来买 不让香港有钱买第二家的人 拿来投资 又没有外来因素 又没有投资因素 又不让他短期转让 那些楼价就只能够卖给普通香港人 只能够卖给普通香港人 就要照着普通香港人的收入来定价 否则定了也卖不出 所以我说一定要挖掘一些土地 这些土地上建出来的楼 只能够卖给香港的永久居民 只能够他没有物业的时候才卖 他买了再卖给人 都要卖给合乎资格的人 不让他卖给大陆来的赚差价 没有这支歌仔唱 他买来收租都不行 收租都不给 如果这样 楼价就不会升到外来资金才给得起的价钱 另外就是这些楼就不要建这么大楼价 就建回普通香港人 住开一些上车盘 一个顶楼500尺 两房一厅 如果你将来想住好些 麻烦你自己努力 政府就补到你这样 上车的 那要住好些 你就要和国际的资金竞争 要和内地的资金竞争 和政府对这些私人市场的限制 就会逐步撤销 就是外来资金可以买 你有钱买第二间也可以 买来收租也可以 你喜欢短期转让也可以 因为民生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这个就是私人市场 就各显神通 这样就私人市场 价钱保得住 就是香港的小业主不用怕 财政司也不用怕 买地没有人要 因为我相信如果开放的话 很多资金会来香港的 OK 说得很清楚 多谢李施老板 OK 拜拜